再来关注离乙冲突 暗杀事件七连发生后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8月1号曾表示 真主党和所有抵抗战线 与以色列的战争已进入新阶段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 根据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布的声明 该武装继续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火箭弹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声明中称 此次袭击是为回应乙军此前 对黎巴嫩南部卡法基拉和戴尔西里安的袭击 声明称 该武装向以色列北部拜特希勒尔附近 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 以色列北部谢摩纳等多地 以及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拉响防空警报 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布消息称 当地时间3号夜间至4号凌晨 以色列北部拉响防空警报 有大约30枚发射物从黎巴嫩方向袭来 其中大部分被防空系统击落 以军称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此后 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地区 黎巴嫩真主胆武装发射装置等设施 进行空袭和炮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射装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